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三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辣手保姆的故事 男主小帅虽说是个富二代 可他就是个胆小鬼 所以走到哪儿都是被欺负的 不过小帅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保姆 他总能让欺负小帅的坏同学望而去步 所以小帅一直偷偷暗恋着这个善解人意的漂亮保姆 这天放学回家的时候 同学小美说 你家保姆每到夜晚就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可要小心一点 小帅一听 那心就跟猫挠了一爪子似的 非得找机会偷偷看个清楚 这天周末 小帅的爸妈说是去过二人世界 诺大的家里就剩下了他和保姆两个人 性感火辣的保姆陪着小帅又唱又跳玩得不易乐乎 之后保姆给了小帅一杯酒 难道是要趁其酒醉把事儿给办了 然而小帅并没有忘记小美说的话 他趁着保姆不注意把酒倒在了花盆里 然后假装自己不剩酒粒回屋睡觉去了 转眼来到了深夜 小帅起身想看看保姆在干啥 结果发现保姆和几个人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第一轮瓶子转到了保姆面前 他选择了刺激的大冒险 惩罚是要亲吻在场的所有人 这一幕真的让一旁偷看的小帅脸红心跳 然而到了最后一位眼睛哥的时候 保姆直接拿出40米大砍刀给他来了个爆头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 不过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其他几人拿着杯子接眼镜哥的血 原来这几人聚在一起是要搞一个什么近似仪式 如果成功的话就能长生不老 现在就缺纯净之血 小帅一听这不就是自己吗 于是赶紧回屋报警 然后躺床上装睡 接着保姆带着几人走了上来 不过万幸的是他们只抽了小帅的一些血 并没有咬他性命 但他们走后小帅睡不住了 打算从窗户逃跑 没想到保姆杀了个回马枪 把小帅给绑了起来 就算小帅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儿的时候 警察其实赶了过来 在混乱之中小帅撒牙子就跑 保姆这边摆脱警察后立马追了上来 小帅一看无处可去便钻进了地下馆当 一打烟花直接把保姆这边的大眼妹给轰趴下了 然而刚跑出来就遇到了肌肉男 不过小帅毕竟是主角 一顿开挂操作就把肌肉男给玩死了 接着小帅一路来到了小美家 结果小美也是一个人在家 此时保姆也拿着一把喷子追了过来 这时小帅似乎想要在小美面前证明什么 于是豁了出去 打算和保姆证明刚 于是当着他的面烧毁了祭祀用的书 这下保姆直接炸了锅 试图挽回气死所用之书 小帅则跑出去 开着自驾的车一脚油门撞了进去 成功将其搞死 故事最后 小帅的爸妈赶了回来 小帅坚定的说道 我再也不需要保姆了 这部电影在前半段稍微有些冗长 但是从真心话大冒险游戏开始之后 故事就一直全程高能 高潮一个接一个 虽说剧情有些扯淡 但在导演精细的安排下 还是能给观众一种处处都是惊喜的感觉 同时一些突如其来的血腥场面 导演没有处理的血肉模糊 反而非常搞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